大家好,欢迎走进风子说体育 这一期呢我们来聊一下中国女篮和中国男篮 我们都知道呢 今天凌晨中国女篮已经前往了欧洲 要进行为期一个月的拉链来备战世界杯 而中国男篮也是为了备战世界杯 但是不同的是中国男篮是备战的是世界杯的预选赛 这一点双方就很有区别 中国女篮参加世界杯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现在的中国男篮不得不打进世界杯 还带着一些悬念 我们现在的实力真的是让人有些担忧 在亚洲杯上虽然阵容不整 但是最后也输给了黎巴嫩 让杜丰和他的队员甚至全国球迷都无法理解 怎么说呢 目前中国男篮在欧洲拉链的状态什么呢 其实国内球迷都不太清楚 因为所安排的所有的热身赛对手 到底橙色如何 是俱乐部球队 还是国家队级别的一些球队 还是青少年球队 我们都不为所知 最后打的比分是多少 然后谁表现好 谁表现坏 大家都不知道 大家只知道 他们今天从西班牙已经飞往了法国 在法国还要进行多场热身赛 然后直接飞往哈萨克斯坦 但是呢 中国女篮就不一样 中国女篮是强队圈子里面 非常让人喜欢的一个对手 他们这次在欧洲拉链的热身对手 包括法国女篮 比利时女篮和塞尔维亚 这三支国家队级别的女篮 他们也都是备战世界杯 都是有针对性的找中国队进行热身 我们看对手的橙色方面 中国女篮已经远远的把中国男篮甩在了后面 确实中国男篮目前发展的规矩不是特别的好 我们曾经是世界前八 但是呢 现在亚洲前八都是有些困难 跌跌撞撞的 不管怎么说呢 我们也希望男篮奋起直追 我们不能说现在 19年世界杯没有进入东京奥运会 整个CBA 整个中国男篮都陷入到一个低谷中 我们希望呢 姚明把这支球队 杜丰把这支球队彻底从低谷中带出来 中国男篮不缺好的优秀人才 我们希望那么他们和其心协力 真的在欧洲能够多打几场 有价值的热身赛 让国内球迷也了解了解一些基本情况 不能悄悄悄的进行 那么很多人都认为 中国男篮去欧洲是去旅游的 都有这样的想法 我觉得目前呢 其实杜丰有责任去公布一下 中国男篮最新的行程 和接下来的训练和比赛的一些计划 学一下中国女篮 实力强在哪里都受到人的尊重 但是中国男篮呢 去欧洲 可想而知 他们的对手是哪些球队 这个大家都心里面很清楚 也许是为了 不会引起国内球迷的争议 所以才不被报道出来 好嘞 这期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 我们希望呢 中国女篮和中国男篮 齐头并进 一起把我们中国的篮球事业搞上去 中国篮球 虽然历史上也是 女篮的成绩要比男篮好 但是男篮也差不到哪里去 但是现在呢 男篮和女篮的差距 真的是越来越大 好了 这期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